Ao,大家好,我是Ao 大家好,我是A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血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 亞美尼亞人選擇的文明 那亞美尼亞人呢 它的特色是 他的伐木跟挖金挖石 每點一次都會增加效率 可以讓他的能力更好一身 所以他的經濟其實是很好的文明 他的强弩路线虽然没有拇指环 但是他的宝兵单位有这个复合弓箭手 还有武士敌人的装甲进行攻击 所以他是一个穿甲弓 破甲剑 应该叫破甲剑 破甲剑之外 他的骑兵路线跟破烂的防御一样 就是三级马凯没有 但一样有重装骑士 但是他没有大落马 只有轻骑兵 稍微可惜了一点 但僧侣部分算是全满的 还算不错用 那白血剑勇呢 也是亚美尼亚的比较专属的使用方法 血量非常多 可以当做他的前排坦克 作为阻力或是副输出都很适合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立陶宛 为什么这边立陶宛养这么多啊 看一下 养这边只是在探路而已 好没事 好那立陶宛呢 他是每减一个圣物到修道院里面 骑士或列提斯都会加一点的伤害 而且立陶宛的宝兵单位 这个宝兵单位列提斯呢 可以获得破甲效果 所以这一场比赛啊 又是一个破甲大对决 矛盾大对决 到底是远程的破甲比较厉害 还是近战的破甲交谋啊 呃哎呦这里一个偷犀牛 提托这边拉猪第一头没有拉野外的 最靠近敌人那边有点失策了 所以我在讲教学的时候 都会说近腾的去拉猪拉对手那边的 猪或犀牛或打相 就是这个原因的 一旦被拖走了就很难要回来了 不然就是他在拖的时候 你自己也肯定去偷对方的 但是对方这个时间点 通常也会吃第二只 所以不太可能 有这个机会去偷到对方的猪 好这边 可以想要卡一下 好结果村民过来 偷偷打下 放弃这个犀牛了 哇塞巴斯丁 这一只犀牛扣的很爽 开局偷犀牛 这个很少在职业赛中看到了 西吞应该很生气 你居然偷我的犀牛 那这边就要提早吃果子了 那路的部分可能还是要赶快推完 没有推完的话 经济会更惨 赶快来推路吧 好那立陶宛了 也是破甲闻名了 那如果他紧到4生物的话 游侠可以高达20点 立陶宛的伤害可以高达 立陶宛的猎提士 可以高达22点伤害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需要靠骑兵 作为主力的 那他的僧侣部分呢 也是跟亚美尼亚一样 就是僧侣科技全满 那立陶宛呢 他的枪兵跟毛兵 移动速度也是特别快的闻名 所以封建时代 也很适合打枪毛勤压战术 好那这边看到立陶宛 已经开始围家了 因为自己缺少一头猪的关系 所以经济会很差 好可能要赶快围一下家里 那这里稍微围住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我这里也要围一下 这里是可以围过来 好 封建时代点下 还有30秒 这亚美尼亚这边多吃一头犀牛 看可不可以打个支撑 好像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这边打支撑 其实很容易出事哦 所以还是打封建比较安心一点 先出个漏码 好 立陶宛加力围得很快 所以漏码过来看一下 应该是没机会 立陶宛转的是攻兵开 后面待会才要 呃 这个枪币怎么戳到 一枪戳死 待会后面才要开这个黄金 不然就是直接打一个枪毛前压 反正移动速度够快 有优势就行 那亚美尼亚这边是选择了落马之后 攻兵开 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当然是攻兵开 应该是选择的毛病 因为不打毛病的话 枪兵跟毛病都打不赢 选攻兵的话只能打枪兵 毛病是完全没皮屌的 所以一定要赶快转毛病出来才行 好两只毛病过来了 赶快来防守 立陶宛加力围得真的很大 这个地图看起来非常壮丸 其实好像没有耗费太多资源 那就还行 好 亚美尼亚人 这边是继续转毛病 弄马 赵巴斯丁居然这边还要跟别人说暂停 所以说打了一个好 算被偷租有点生气 但是规则还是可以暂停的 赵巴斯丁现在是32村 打算4村 再出一出 稍微有点落后 加米尼亚人充速落后 那现在立陶宛要准备来升10代了 前前应该不会再大打出手 挺多小小骚扰一下 好 两边都是把家里给围死 那附近的位置 两位都是偏前面的 甚至主金有点正前方 那还好后面还配附近 西托这边反是相反 主金在后面 那附近的部分 都是在前面 立陶宛这边点下了城堡时代 被偷了一头猪 结果资源还领先对手 这就是基本功 但也是有一个关系 是因为立陶宛每个城的东西 都会给白肉的关系 所以升10代的时候压力 还不会那么重 然后这里可能要开打了 这边要小心 看要不要先打枪兵 但枪兵先打的话 毛兵可能会打输对手的毛兵 所以毛兵现在有点无法无天 想打谁就打谁 看来要放弃这些毛兵了 弱马直接走掉吧 看来要走掉了 好毛兵全死 只剩下弱马 现在一级挖金点下了 现在 城堡时代还差4秒钟 亚美尼亚走骑兵科技 立陶宛这边选择了战毛兵 已经战毛活了很多 偷住的亚美尼亚会被制裁吗 落马继续按 这边清骑兵 待会要马上提升上去 这枪兵数量有点多啊 六支枪兵 好枪兵也升级了 重装长枪兵 提示的部分开始按 天骑兵点下去了 好下方开一个新的城镇中心 天骑兵往前走 亚美尼亚想要开TC 但这个TC好像有点难开哦 我们先开了一个城镇中心 好这里有机会 出去开 脱开 OK出去开TC 现在这些清骑兵 没有办法对这一堆部队做成伤害 可能里面转一个工程器 知道是有出过弩炮投车 就是搞定了 好这里居然清骑兵都有出去 男力逃玩 两支森林在家里 才不敢出门 清骑兵虽然有点多 下方的话 脱命赶快回家 房子打破 又补了一个市集 但是散毛兵杀有点高 脱命可能会被打爆 所以继续围 弩炮公里来了 好弩炮来了 应该能守住了 哇这个串手 打了很多伤害 还在串 好虽然房子打掉 但左边竟围死 暂时进不来 现在西戳 终于有这些部队 五支 骑兵加上三支骑士 但是要打赢这一桌的 枪兵路 应该是有点困难 而且后方还有战毛兵 现在马凯还没有点 马凯还没有点 战毛兵打的话也是非常痛的 好两边三支骑兵 应该不会再继续 出泰国兵 进行推进 那这边谁有挖石头 立陶宛 立陶宛有挖石头 就代表他三支骑兵之后 很有可能是要来盖堡 最近枪矛前压 如果数量保存的好 对方不管出什么 自己都有反制方法 除了奴炮投车以外 所以自己 可以转救足思想 或是也转线投石车 进行反制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好清除兵抓到这支拿圣物的生女 倒地了 现在圣物一个都还没有拿到 好第二个剪刀在右边这里 下方还有一个圣物 但是亚美尼亚人 没有打算要让对手轻松点圣物 这一团无炮 直接串烧掉了 重装长枪兵大量的血量 好拖车 赶快出来 客气反目点下了 好屏幕抢出来 看一下这一波 金奇兵上来 生女赶快招 后面的生女招 想到了一个骑士 投石车被打了一下 但是一过来 突然上面杀出了一个陈咬金 金奇兵再次斩杀了骑士 好斩杀了生女 好结果这个奴炮爆掉了 5号 只打掉了一台 投石车却被骑士直接骑掉 立陶宛这边有点灰烂 好有个战斗技师 过来搬生物了 现在生物要赶快早点搬走 不然让立陶宛拿到太多的生物 骑士的三位会直接起飞 好三宝先不在家里 好 他们一定有人点加帝王时代了 哇 这个时间非常早 那这边已经立陶宛是4TC的关系 所以生时代会稍微慢一点 但是经济会比较好 那经济确实是 目前暂时领先200肉而已 也没有领先太多 好 立陶宛这边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出来 要来前置盖宝 但石头还差3 哇 石头缺3 再挖一下吧 好 直接买100石头 好 盖在中间的位置 这位置能拿下来 经济就会好转许多 立陶宛顶下了品种 一弓 马凯跟踪技术 该补的骑兵科技都补了 亚美尼亚也开始转自己的宝兵 两边都是打穿甲系列 好 穿甲大对决 到底 谁输谁赢 好 主力逃玩 这边的骑士直接被射爆 我们有三级马凯 城镇中心 城堡 现在都有点过高了 好 到后排的时候 已经只差一点点血量 好 好 结果正面的富和宫跟弩炮 直接被立陶宛 穿过了去 现在立陶宛 现在有绝对的骑兵优势 亚美尼亚人要打印的话 还是得靠三级色 跟化学 富和宫作为主力 会比较好 他边也要赶快点下 遇到对方的工程器 火炮 驼车的话 弩炮 亚美尼亚人 还是得靠生女 印刷技术 救赎思想 才会比较好反制工程器 好 这里富和宫 有点撞城堡 试试招想一下 赞毛兵 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工程器 但是其他工程器 却没有回头 没办法招想到 好 后面居然又有 列提斯冲了进来 哇 又偷抓了几村 亚美尼亚这边经济有点炸裂 现在出品差距来到了四十村 列提斯的伤害 来到了加三点 最后只捡到了一个圣物吗 哇 好像是耶 怎么看起来有点惨 一颗圣物的立陶宛 看起来是有点偏良 但是经济上那领先很多 现在已经领先两千支援了 好 亚美尼亚在中间 也有普雷跟城堡 作为中继 进攻的中继站 这个中继站 应该是能够守住的 城堡应该能盖好 就因为立陶宛这里 还没有转出任何的巨型头 实际跟火炮 经济算量好 但是没有及时转出 好 赞毛兵稍微反打回去 好 后方的三台巨头 继续攻城 就跟城堡有危险了 好 哇 修的人有点少诶 布拉多一点村民过来修理吗 好 这套玩点下来三龙三木 没想到打一个这么浓的 升级路线 想不想开始转步兵 装甲步兵 他的白血剑勇 感觉是要登场了 完了 这个城堡要是掉的话 立陶宛这里 矿场 黄金都会被控住哦 好 但这一坨赞毛兵 直接走到了后方 这个有点夸张啊 直接走进来开始乱头毛 他也还不错 左边这里有一坨骚扰 但是这里有跟城堡 直接挡不住了骚扰的动静 正面部分 最新投石器 开始加起来反击 这头战毛兵 调味尼亚人暂时 站不住 哇 死了一些村民 村民树已经被击杀到了 快到40村 但是进去巡头时 既有数量上的优势 反制敌方的巨头 有机会 没有 这个巨头要被修回来了 哇 还打到后面的村民 后方的战毛兵 数量有点多 17只 负责公直接过来回救 没什么解 战毛是用弓兵去解 好 火槍没有控好 直接撞城堡 西头这里有点小小尴尬 好啦 撕过一台火炮 被羊尼亚子巨型投石器 给反制了回去 这个核弓猎手 打战毛很痛 直接无视影装甲 穿甲弓 可不是说假的 好 这毛兵往前 因为没有城堡了 城堡没有了 就可以开始 往前无情乱头毛 现在立陶宛也转出了奇兵台甲 有点爆量 但并没有选择破蓝一奇兵 作为主要输出手段 则是用战毛兵 加火槍的路线 这个路线 其实蛮害怕 对方的弓兵 或弓箭手 但是好处是 打白血剑勇 是相当好用的一个决定 好 现在这个组成打法 加尾尼亚 但是有点难打 好 火槍加战毛继续往前推进 好 火槍加战毛继续往前推进 上方只为两根城堡 两根城堡 好像差不多时间点的 好 结果正面大量敲兵过来 战毛兵只能选择撤退 复合攻击手终于回来 那现在正面反击的能力 并不是很好 这里在存钱点金瑞丽提斯 好 正面战毛 躺住了 第一波的双手剑柄 加长柄兵冲锋 最后只想要复合攻击手 活了下来 后方的巨型头C 要赶快按 这里也是 好 金瑞丽提斯出关之后 最重要是有没有 接下来更多黄金可以使用 黄金太少 列提斯的投资了 就不是那么的夸赞 但投资下去的话 又要担心战技的问题 好 正面的双手剑柄又来了 剑柄有事该怎么办呢 那不要赶快整个机会点一下 感觉是时候可以点 好 马上补下了 这一套玩 现在剩了金瑞丽提斯 但伤害真的有点差 别个圣武 只有19点的伤害死 好 现在战毛 一直往前补 换掉了一些复合弓 还蛮不错的 那下方的位置 有少量强兵做骚扰 看起来立陶宛 只是有点受到干扰 没有办法正常的量产 他的决定型的跑兵 好 结果城堡还是被拆掉了 但上方的城堡也是顺利被拿下 那立陶宛有火号上的优势 现在亚美尼亚人 并没有转出 救出思想 火炮 还是得靠 剑勇 去守司 这就有点硬了 要突破大量的兵力 才能达到 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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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只 正面有的是 现在是18只 两边的近战单位数量是差不多 好 后面有一波列提斯 冲到后排 抓到了一堆 好 下方这里要抽盖寶 但是有剑勇 神佛尔弓过来 正面列提斯直接突破大量剑勇 哇 这里突然一瞬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看来 雅美尼亚人夸不行了 抽猪抽到自己快要输了吗 这个抽猪真的太过分了 立陶宛的水冰冲锋 冲爆了 雅美尼亚人的正面防线 好 立陶宛这里补下来更多的战矛 看起来雅美尼亚有点难受 看起来雅美尼亚有点难受 好像要打出GG咯 弓箭手数量也剩15只 现在城堡 只剩下最后下面那一根 这根城堡要是拿不下来 黄金炮可是会被夺走的 好 上方车里稍微招翔 不过攻 这一天狙杀掉了 上方生女 上方是巨型头师弟还在攻城 三只猎提斯过来了 猎提斯打巨头效果很快 哇 正间秒杀 好 结果巨头完全没有办法活下来 城堡只剩下左边那一台 巨型头师弟还在攻城 正面的巨型头师弟 已经拆掉了城堡东西 好 这时候赛巴斯丁打出了GG 我们恭喜立陶宛 拿下比赛的胜利 看起来立陶宛后期的威力 还是比较厉害啊 西托开局被偷租 但最后还是成功了翻盘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最后是由立陶宛拿到资源上的全面胜利 三农三木 看来后期经济被维持得很好 资源量打出来到了7000左右的差距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帮小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 increment好甜点 比赛 快点 再帮小论 还记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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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